胃口腔癌切舌头续命!女星再报确诊时到癌 现年52岁的80年代日本女星枯致容美确诊口腔癌第四期,癌细胞转移到左边颈部淋巴 2月接受癌细胞切除手术,开刀切去60%的舌头及颈部淋巴,再从大腿取走部分组织,为舌头做重建手术 术后身体状况良好的她,日前才在社群网站上透露与女儿去唱歌,克服困难成功发出声音 感到十分开心,不料昨日,15日,又发文表示,自己罹患食道癌在住院,不过因为还算及早发现,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或不担心,枯致容美蛇癌切舌头后,再患食道癌 枯致容美,是日本80年代的人气偶像,15岁就出道唱歌 与她同期的偶像,包括钟森明菜,小泉今日子,早见幽,杰尼斯南团色世子队等人,由于所有人出道后先后走红,还被日本媒体誉为花枝82年组 枯致容美,去年7月发现舌下出现类似口内盐的白点浓包,一度以为是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就医吃了消炎药后并不以为意 症状却使中未见好转,甚至开始连说话,吃饭都相当疼痛,再度就医检查后,才确诊为口腔癌,索性接受手术后复原状况良好 哭致容美,日前透过网质表示终于出院,并留言说,就在一个月前,我自己的生命会如何,状况真的很不安 但是到如今,已经回复精神,伤口的痛处一开始消失,感觉就如众生一样 怎料出院后却在传坏消息 哭致容美,在文中透露,前次住院赵魏靖发现食道有肿瘤,经切片检查后,确定是食道癌第一期 他说明,并非是蛇癌转移或复发,但食道癌与蛇癌都同属扁平上皮癌,将在近期接受手术 由于先前完全没症状,也让他十分惊讶,不过丈夫则安慰他表示 幸好有早期发现,真的很幸运 哭致容美相当乐观,继续积极抗癌,明天便在接受手术 认识口腔癌,口腔白斑,小白点,会并变成口腔癌吗? 口腔癌绝大部分是由上下唇,夹粘膜,硬膜,舌前三分之二等部位的粘膜 表皮细胞恶化后形成的恶性肿瘤,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口腔癌临床表现的症状多样 包括白斑,红斑,重快,溃疡等,不过症状的共同特征是长期无法自行愈合,且范围持续扩大 初期病变病不一定会伴随疼痛或出血,因此患者常轻哭,导致病情耽误 以枯质蓉美的状况来说,当他发现舌下出现类似口内盐的白点脑包 一度以为是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就一吃了消炎药后症状始终胃好转,甚至连说话,吃饭都会痛,其实这就是应该特别警觉的口腔白斑 若白斑,嘴破等口腔黏膜病变迟迟迟不处理,就要当心演变成口腔癌 耳鼻喉科医师温维生在专栏文章中指出,口腔白斑属于口腔癌前病变的一种,癌化的几率约10%到20%,而另一种红斑更可高达60% 口腔黏膜黏膜病变的程度由轻度,中度到重度一升,最后才会形成口腔癌 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若在发现口腔白斑后妥善的治疗,绝大多数可以避免口腔癌的发生 另外,黏膜下纤维化也是一种癌前病变,常会伴随住张口困难,嘴巴打不开 如果口腔里有溃疡,嘴破超过两个星期一直不会好,也要特别小心,建议发现白斑或其他迟迟未遇的病变,应规则追踪或加以处理 台湾口腔癌以夹黏膜癌及舌癌占大多数,发生原因与香槟酒息息相关,也就是与吸烟,嚼冰朗与饮酒的习惯有关 约九成口腔癌患者都有吃冰朗的习惯,其中男性罹患率是女性十倍以上 台湾口腔癌症基金会在网站未交资料中建议民众,可以利用每天刷牙的时间,自我检查口腔,除了用眼睛观察外,也可用手触摸 口腔癌膜颜色改变,如变白、红、赫或黑,且无法抹除 溃疡,超过二周以上而未愈合的口腔癌膜溃疡,就应做活体组织切片检查 硬快,口内或颈部不明原因之种快 认识时到癌,趁早预防,及早警觉,才是保命之道 去年资深演员安迪与玉龙董作颜凯泰接连因食道癌辞世,也让社会大众提高对食道癌的警觉 食道癌大多是食道管腔内称颜膜的磷状上皮细胞癌化并变后形成磷状细胞癌 根据统计,食道癌是未肠道癌症中育后最不好的一种,与胃或肠癌相比,存活率较差 食道癌症中育后方疼痛,上腹部疼痛,体重减轻等 不过,肠胃科医师张振药在专栏文章中指出,食道癌近年比例逐年提升,但食道癌在初期因食物还能正常通过 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当肿瘤逐渐长大,占据食道空间,压迫气管,症状才进而明显 当患者渐渐发觉吞咽困难越来越明显而就医检查,常诊断出已是食道癌347,也因此,食道癌被称为无声杀手 当振药医师建议,食道癌的黄金诊断方式,还是以胃静为主 内视镜检查的第一关就是食道,再来采示胃,食二指肠 所以照胃静的时候就可以确定食道有没有黏膜病变或者食道癌 假如有吞咽疼痛,吞咽困难,无故体重下降,贫血,声音沙哑,脖子有种快 都表示食道很有可能出了很大的状况,应尽速就医接受内视镜检查 目前已知导致食道癌的高危险因子包括,烟酒冰朗,同时也是口腔癌的高危险因子 曾有国内研究发现,吸烟又喝酒,罹患食道癌的机会是未曾吸烟和喝酒者的20倍 若针对同时有喝酒及嚼食冰朗习惯者,罹患食道癌的机会为补具有此两种习惯者的31倍 若同时有烟,酒及嚼冰朗习惯者,其离患食道癌的机率,为没有这三种嗜好的人的79倍 其他食道癌又发原因,还有过烫饮食,为食道逆流,过量食用烟漬或烟熏等含压消暗的食物 建议平时多补充维生素C,多吃新鲜蔬果,培养运动习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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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